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现代战争当中 能够完成垂直起降 其实是战友非常大的优势 不需要起飞和降落的借助跑道 就能够节约更多的时间 美国关于战机的研制有很长的一段历史 在对现代技术的融入方面 它们也有很多的经验技术 从B2战机开始 它们的隐形战机技术就十分的成熟 而F35作为第五代战机 这样的隐形功能 也是同时具备这样的性能的 F35B的隐形战机的垂直升降功能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实际用处 最主要的就是在演习的时候进行一个表演 由于这款战机会出口到很多国家 所以如果说在战场上运用其实是比较少的 对于这种用于出口的战机 更大程度上是用作一些商业价值 因为一个国家的武器 如果细节全部透露的话 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比较大的打击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别的国家对它的购买率 美国战机的制作工艺一直以来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尽管F35B是用作出口的战机 但是在这一方面 它们也绝不会偷工减料 在现代作战的过程中 战机和潜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技术特色 也有很多国家由于自身技术达不到 所以就选择这种从其他国家购买的方式 虽然说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是在自主研发这一方面确实是存在缺陷的 F35B的出口现在已经预定出了300多家 这样的销售量和它们的订单都是给各个国家带来了相影响的 而这一次 F35B的出口也相信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一些危机感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老兵收骨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